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都市丽人董小姐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一期直播 所以我把大家带到了都塞有名的中餐厅 哒哒哒哒 紫月房 其实紫月房吧 是我和朋友们平时聚会都非常喜欢来的地方 因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菜非常好吃 而且是他们还有一很独特的企业文化 然后紫月房最近也上了几个新菜 所以我就说带大家来尝试一波 咱们走吧 好了 我们现在就已经入座了 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的好姐妹 微海金乔乔雨诺 大家好 我又来了 你知道我今儿为什么叫你来吗 不是因为吃海鲜吗 你就听说吃海鲜就来了 不停停就赶来了 对 是这样的 我自己不吃水里的东西 鱼虾蟹 但是我们呢 这个乔乔呢 对 它是土生土长的海岛人 小岛上的岛花 所以说这部分专业的海鲜类的评价就交给你了 我就不在这瞎咧咧了 那你今儿我今儿为什么拍诗博 那还不是因为您没得的东西多了吗 你好好说啊 你别说话行不行 是我本来是想做美妆博主的 但是我传了虚拟男友那个视频以后呢 大家让我做两性博主 然后我传了美黑的这个视频以后呢 大家又让我做搞笑博主 我觉得我就已经脱离我原来的定位了 我也就放飞自我 我准备做一个X型的博主 就是X 无限可能 我是你个拐X 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紫月房的企业文化 紫月房的这个企业文化其实就是酒文化 给你们看一下哈 走走走走 为什么紫月房里这么多酒 然后它的酒也很好喝呢 其实是因为紫月房的老板娘她自己特别爱喝酒 说啥呢 这不败坏我名声吗 哈哈哈 咱们紫月房里面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 日本清酒 中国烈酒 各式各样的洋酒 咱们都有 所以我带外国有人来吃饭的话 其实这也非常合适 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 比较喜欢喝葡萄酒会多一点 但是有个事情我们要跟你说好哈 这个紫色水晶琉璃杯 是我VIP中批董仙子专属的杯子 你们俩是没有的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紫霞仙子了 你别说话 别说话 用酒堵住你的嘴来碰一碰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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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吃紫月房呢 不仅是因为酒好喝 而是因为菜品也非常的好吃 那紫月房是蝉联了三年度赛最受喜爱的中餐厅炒菜类三年的冠军 我们给大家今天点的菜 其实有一部分呢 是给VV VIP P中P 专供的 这些菜很多是要提前订的 不订肯定没有 订了你们也不一定有 那要看你们算不算P中P了 我们今天给大家点了六个菜 给大家看一下它们分别是 凉拌猪皮 酸汤肥牛 骨肉香莲 爆炒螺片 虾冰蟹酱 还有最后的一道小笼包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吃给大家测评一下 哇哦 这个猪皮真的是 看起来就晶莹剔透 我先吃的啊 我先吃的啊 我太饿了 就是这个猪皮是这种QQ弹弹Q弹爽滑的这种口感 对 胶原蛋白 就知道我脸为什么这么嫩吗 就是吃这种QQ弹弹胶 胶原蛋白吃 你确定是猪皮吃的吗 而不是另外的一心 你别说话 我要太吃过 酒逢积极千杯少 吃完猪皮喝得好 来 我来喝一个 来 第二个 第二个 酸汤肥牛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它里面的食材 这我帮你吗 来 对 这个当然是肥牛 然后非常的薄 肥瘦相间 看起来非常的美味 还有筋状 还有粉条 这个粉条真的 哇 滋溜溜的 这个粉条真的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好吃 我们有的时候会让老板娘专门 就是多加一点粉条给我们 对 因为真的是入口特别的 滑溜溜溜的感觉 好的 还有 西红柿和豆腐 对 加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豆腐交给牛 豆腐你可以吗 豆腐可以 我先尝一口 在这里 刚才一进屋的时候 不知道哪桌客人 点了这一份酸汤肥牛 真的 真的是太香了 给我们饿死了 本来就饿了 然后闻到那个香味真的是 我的妈呀 嗯 美味 一如既往的好吃 对 因为它的汤汁真的是特别的浓 然后把每个食材的味道 全部的都填进去了 真是口感特别的好 对 而且它里面有酸菜 然后酸菜会脆脆的 然后酸的也恰到好处 有一丢丢一丢丢的微辣 就是它的这个 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 对对对 大家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个酸汤的味道和一点点的辣度 和其他的食材 我觉得就是很和谐 融合的非常好 下一道菜是骨肉相连 来给大家试一下 加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家的大哥 我家的小的怎么着呢 这个 刚出来这个新菜的时候 我还有点担心 因为都是油炸的 我怕说太油腻 对 但是后来吃过以后 百吃不厌啊 这也是我很爱吃的一道菜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脆骨 所以说 就是酥脆脆脆的 对对对 然后结合的也非常好 然后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是有香菜 香叶 然后胡椒 对干辣椒 花椒 对就是有一种椒盐 还有芝麻 对对对 非常好吃 它吃完之后 要把这个香菜 是灵魂 因为很好的点缀 对 好啦 你就着急吃这下一顿 对 我发现了 我已经盯着这个海鲜 已经很久了好吗 这个交给你的 这个我说不出来什么 就我只能说 看起来很美味 对 这个爆炒螺片 然后有黄瓜 膜 然后还有点 小青椒 来做的点缀 这个螺片 它是红螺 是希腊的那种红螺 大的红螺 然后把这个肉挑了出来 然后切成了薄片 而且这道菜 毕竟是季节菜 所以不是什么时候 都可以点上了 就像你那句话 VIP中辟 才能有 一天预约 才可以有的 因为我觉得海鲜 这个东西就算说的 比较实例 就虽然我不吃 但是我也知道 一定要很新鲜 才很好吃 你真的不吃吗 我真的不吃 不要拒绝 因为它这个海鲜的那种鲜美 然后碰到那个调料的味道 真的是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对看起来我觉得和蔬菜 有一点结合 而不会让你太腻 是吗 让我 Amazing 好想家 好想家 好吗 真的是特别有家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每次吃到海鲜 都是会想我那个小岛 小岛 对对对 再下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硬菜 大硬菜 大硬菜 虾冰蟹酱 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就是小龙虾和螃蟹 对吧 对对对 这个是梭子蟹 这是哪儿的螃蟹 这也是希腊的梭子蟹 它为什么叫梭子蟹 就是因为它这个骨盖这块 长得像梭子 所以被定为梭子蟹 然后这个其实咱们国内也很多的 渤海区域那边特别的甜的 你就要地理呢 对对对 渤海区域 它其实这个也是分为两个季节 一个是春季 一个是秋季 就是说一般是在过完中秋节之后吃 它是高黄特别的肥美 对对对的 因为就其实国内都比较流行吃什么小龙虾 然后其实但是在这边 我觉得能吃到好吃的小龙虾 它好像就是会吃少一点 所以说有这种菜我觉得挺难得的 而且老板娘把这两个菜混合在一起 因为这个我在国内其实是也没有吃过的 一般大家都是单独吃 专点小龙虾 对对对 单独的小龙虾 单独的梭子蟹 而且这个小龙虾 它跟我们平时在国内吃的小龙虾 又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凉水的 它是生活在 凉水的 对凉水 所谓的凉水就是生活在海水跟淡水的地方 所以它的小龙虾都比较干净 就不像国内的小龙虾土星味那么重 而且如果说你制作之前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这个其实你稍微清洗一下 用刷子稍微刷一下就可以的 那我来啦 我来啦 就是麻辣小龙虾那种味道 它是有那种麻辣小龙虾 应该是有放辣味的调料之类的 干辣椒我们都能看得到 然后香菜也多好 香菜这些东西 但这个真的很好吃 推荐大家特别的推荐大家来吃 一定要提前定 先说好了 这个也不是一直都有的东西 是的 好吃吗 一定要扎一下手指头 你懂吗 因为你手指头上 遗留的那个香 那个味道 那个海鲜的味道真的特别好 就是吃有很好吃的东西 你一定要做那个手指 对对对对对 你不是要吃一个小龙虾吧 小龙虾待会吃 来那我们来最后的一道 就是小龙包 来尝一尝尝 我真的我还蛮久好像没有吃 你自己先吃 我再大伙手 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吃小龙包了 因为在自己家里包的话 都是那种大包子 对对对对对对 一般我在家里就是 你要蘸点醋 不要不要不要 人家不喜欢吃醋 嗯 嗯 非常好吃 就是怎么讲 皮薄肉肉厚汁水足 真的是肉多 人家是皮薄馅多汁水足 一个意思 就汁水足 汁水足是这个的灵魂 对对对对 水一定要多 要一咬下去那种 爆出来的感觉 真的很好吃 而且就像那种真的是像国内的味道 嗯 就作为我们海外的华人 这个已经是 很多中餐馆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可能调料不够吧 对对对 嗯 都没有特别跟国内的味道差不多 但是这个小龙包 真的是跟国内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吃完更想加了怎么办 真的是 但是 有了紫月房 让你不再想加 这里有家的味道 耶 好了 那我们就 该尝的也尝完了 我们现在要马上开始吃了 虽然我感觉就不太够吃 你能不能就吃这两个 你别碰我的东西 哈哈 不然我不够吃的 那不然这样 你先吃这两个 我直接记得怎么样 哈哈哈 好了不跟你们说了 我们赶紧要吃了 我们一会吃完了 再见哈 一会见 2000 years later 哈喽大家好 欢迎你们回来 你别和了 开始拍了 啊 开始了吗 开始了 我们从下午1点啊 吃到现在几点 二上9点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还有9 还有9 这个是重点 你看你吃的这些 我把所有的带口味的全部干掉了 真的 如果你们下次来自由法吃饭 因为气氛真的是非常好 请你们安排好时间 就十分有可能是下午吃到晚上 然后如果老板娘 新吃好的话 哎哈哈 没注意 就有可能 有可能 吃到明天的明天早上 哎 你看我们吃的就 我这个假睫毛也要掉了 然后口红也吃霉了 你的头发也都乱了 你的头发也都乱了 像是被 过了吗 好啦 我们这期视频好像就又跑偏了 又翻车了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我每期视频都翻车 然后希望你们这次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有什么想让我拍的 你们负责留言给我 主题交给我 然后翻车就负责给我就好了 鸡巧巧的帮忙搭车的翻车 对 我们后来真的是越吃越多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然后希望大家点赞我 关注我支持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现在爱你们哟 拜拜